確診者隔離的方式的調整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通報定義的改變 我想要實施的話 應該是到3月 會比較有可能 昨天新確認 確認的 本土病例有16,477位 那比起上個禮拜的禮拜四 那少了大概20% 這也是我們第13天的 第13天的跟之前一個禮拜比較病例數下降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預期這裡面的病例數應該還是會持續的這種趨勢來發展 目前確診數有逐漸下降 未來這個新冠病毒會不會再 改從第五類改成降成第十類 第五類改到第四類 我想這個是應該是最後的這個措施 那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處理這個 隔離者 這個確診者隔離的方式的調整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通報定義的改變 我想這兩個部分 我們現在很積極的 正在這個 擬定計畫 那 再跟專家在做討論之後 那我們可能 會盡快的來做這個實施了 調整的措施 它牽涉到的部分還蠻多的 尤其是像類似這些給付的部分的調整 那還有跨部會的一些 一些協調了 所以我想 要實施的話 應該是到3月 會比較有可能 雙北目前打疫苗 可以領到500元的這個禮券 那未來有沒有 可能是全國跟進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催打疫苗的措施 好 這個部分我先回答你就是說 我們最近 指揮中心就是去拜訪各縣市 22個縣市我們都會去 那目前正在積極的進行中 那已經去了 七八個 有了 那 週末假日的時候我們也還是會繼續去拜訪 各縣市政府 那就是說要討論未來疫苗施打 如何促進 還有一些防疫 一些措施要退場之後 對他們產生的影響 需要我們配合的這個事項 那這些都已經有這個很建設性的意見給我們 那我們也在昨天也有 知道說 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這個禮金 就是鼓勵 理眷 那這個讓長者 催促他們出來打疫苗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 這個的一個措施 那至於你說是不是每一個縣市 都可以去這個做這樣子的這個措施 這可能還要看各縣市政府的決定